第四集 有關MEMC劉在希主持的綜藝玩什麼好呢 先前曾面臨收視低迷的情況 為此節目組也進行大換血 不只換掉負責PD 還讓正準夏和聖風仙下車 該由綜藝新興駐與宅加入 和劉在希 哈哈 普真柱 李懿跟美豬 一同擔任固定班底 而最新一集播出的內容也受到觀眾們好評 根據還沒報導玩什麼好呢 在22日播出的最新一集中 播出劉在希和哈哈 前往已經停業的文具店 幫忙整理的一日職員內容 然而化身店員在路邊販賣店裡的庫存 期間遇到路過拖著車的老爺爺 劉在希也拉著哈哈上前幫忙 場面相當溫馨 而節目播出後 觀眾們普遍認為 該版後的節目開始變得有趣了 紛紛大讚 好久沒有編笑編開玩什麼好呢了 劉在希和哈哈的話學反應真的太好笑了 文字幕提供